美國洛杉磯一角公園發生槍擊事件 至少造成兩死、五傷 其中兩人傷勢嚴重 警方說槍擊事件發生在下午3時50分左右 警員接到報警電話 講到事發地點 洛杉磯市中心以南大約30多公里的佩克公園 當地媒體報導 事發時公園正在舉行汽車展和一場棒球賽 當時大約500人 有四男三女受傷宋縣 兩人傷寵不治 另外兩人的傷勢比較嚴重 警方懷疑事件是涉及多名槍手 正展開調查 暫時沒有人被捕